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第十四集,散工 王浩说完呢,眼睛一索,看到王林后露出惊喜之色 连忙上前拉着王林走到一边,一声道 铁竹哥,恭喜你成为内门弟子了 你那些事我都听说了,本想去找你聊聊 可这里太他们拴人了,轻易出不去 别人的话你也不用放在心上 等以后仙书有成了,让那些瞧不起你的人看看 王林心底略暖,微笑道 王浩,谢谢你 王浩轻叹一声,又道 当日在大宅子,我本想为你说点话 可是我爹瞪我一眼,看那意思是不想我长河进去 铁竹哥,你可别在意啊 王林摇头,说道 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我现在就想一心修炼,尽快达到宁气第一层 王浩眼睛一转,趁人不注意啊 从怀里拿出遗物,塞到王林手上 冲他眨了眨眼睛 此时啊,单房内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 药头,还不回来 王浩应诺一声,连忙跑回单房 王林紧握手中之物 余光一扫,是三粒晶莹剔透的药丸 他悄然无息的放入储物袋里 也不嫌地脏,谈膝坐下土纳等候 其余四人呢,除了那个二十八九岁的男子 略为诧异的看了眼王林后 便同他一样,坐在地上打坐外 剩下的三人均站在一旁 王浩一脸讨好之色 低声对周姓女子说着话 徐姓女孩则一脸气愤之色,时而插嘴 时间缓缓流逝 黑暗笼罩大地 在月亮升起的一块 单房门再次打开 王浩神情疲惫地走出 手中端着一个盘子 里面放着五块下品零食碎片 以及五个晶莹剔透的药丸 众人一一上前领取 王林是最后一个 他拿完属于自己的那份后 对王浩微笑抱拳离开 王浩的情谊 王林记在了心里 刚才对方暗中塞给他的三粒药丸 正是夺灵丹 回到房间后 王林立刻关上房门 四粒夺灵丹他没服用 而是放在储物袋里 他现在要进行一项神秘珠子的实验 谨慎地把珠子和葫芦取出 王林沉吟少许 面上阴晴不定 内心衡量得失 露水是日后修炼的重点 没有露水 自己修炼定会缓慢 可神秘珠子上的云朵 又紧紧抓着他的好奇心 许久之后 他下定决心 露水没了 可以再积攒 只不过耗费些时日罢了 可这珠子 一旦出现第十朵云 说不定 会出现一些异变 到时候 没准浸泡泉水后 灵气增长到不可思议的境界了 想到这里 他二话不说 立刻拿出最好的清晨露水葫芦 准备了一个十碗 把葫芦里的皮冻状液体 费了半天的劲 才缓缓倒出 不大一会儿 露水倒完 十碗内绿油油的小半碗液体 一股清香渐渐的散出 王林一闻 顿时心旷神移 全身舒坦 他担心这气息会引起门派内旁人的注意 立刻把珠子扔在里面 仔细观察 许久之后 液体这才少了一些 王林有些失望 他本以为可以立即催化 不过好在啊 那清香的气味自石珠扔入后便立即消失了 王林沉思少许 把石碗放在床底 潘息坐在床上 手持下品零食 打坐土呢 一长三短的呼吸 渐渐平稳 他这两个月来啊 虽然说还是没有引灵入体 但对于这种呼吸方式 却不再如之前那般用不了多久 便喘不过气了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呼吸 平时即便不打坐 也大都如此呼吸 一夜时间过去 清晨 王林睁开双眼 连忙从床下把石碗拿出 发现液体少了一半 不过珠子上第十朵云仍未出现 他也不气馁 把石碗重新放好后 犹豫了一下 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一粒 夺灵丹 一口浮下 一股热流立刻从身体内出现 王林在孙大柱那里的一个月 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他轻车熟路 连忙吐纳 一直到夜晚再次降临 他缓缓地呼出一口 长长的白气 眉头紧锁 苦笑自语道 这夺灵丹 其实就和孙大柱的汤药差不多 都是蕴含一些充满灵气的草药罢了 每次吃完都是身体舒坦 精神饱满 甚至连饥饿感都消失了 可惜 却始终不能凝聚一丝灵气 他轻叹一声 王占可以三个月就练成灵气气第一层 王林表面上没什么异成 可心里却颇为感慨 天资果然是修仙的重点 但王林的性格不允许他轻易放弃 他按道 自己有神秘珠子 灵气不缺 虽然现在无法凝聚灵气 可时间长了 自然会成功的 时间 王林紧咬下唇 声呼口气 从床底拿出十碗一看 液体已经只剩下一点 但珠子还是没浮现出第十朵云来 他立刻又拿出夜碗露水葫芦 把里面的液体倒出 这次液体略多 倒满后还剩下一点 王林把剩余的液体一口喝干 继续吐纳 这次体内升起的热流 要比之前所有的都要浓厚 几乎达到十指般 在他身体内慢慢的流动 口干舌燥的感觉立即出现 王林咬牙按照一长三短的方式吐纳 没过多久 王林感觉不对劲 体内的热流并非像以往那样慢慢消散 而是随着呼吸越聚越多 一丝丝胀痛感涌现全身 王林有种错觉 自己仿佛是一个不断胀大的气球 已经达到了身体的极限 王林惊骇之下 连忙停止吐纳 可胀痛感依然存在 他睁开眼睛 立刻惊恐地发现自己身体的血管全部鼓起 仿佛一条条猙獰的青色虫子吸附在体表般 让人触目惊心 王林不知道 他以前吃的那些汤药 蕴含的灵气实际上并不多 即便他按照一长三短的方式吸纳四周天地灵气 这些灵气加在一起 也比不过他身体因为灵根缺乏而造成的灵气流失速度快 再加上每逢关键时刻 化灵草都会产生作用 所以体内宁极灵气一直都未成功 但现在不同 他喝下的露水内 蕴含的灵气远远超过汤药 几乎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远超他体内灵根消散灵气的速度 这个时候他若是不吐纳倒也罢了 时间一长自然会慢慢消散 可他一旦吐纳 那等于是火上浇油啊 心知自己闯祸了 他正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体血管高高鼓起 接近崩溃的边缘 此时此刻 一道灵光闪电般钻入脑海 王林来不及思考 一咬牙立刻反呼吸 按照一短三成的方式吐纳 在他想来 既然正呼吸是吸收灵气 那么反呼吸很有可能就是释放灵气 王林的猜测呀 多多少少有些证确 这反呼吸方式啊 修真界人人都知道 因为这正是散工重修的前期准备 随着他的呼吸 一丝丝灵气从他全身每一处寒毛孔内散出 刚一出现 便如被吸扯入床下 被石珠吸纳 时间缓缓过去 王林身体的肿胀感渐渐消散 体表的青色血管也慢慢平复 此时啊 从他身体内散发出的已经不再是灵气 而是一丝丝污浊的气体 这些气体石珠并未吸收 而是自行消散在空气中 王林机缘巧合下 把体内的化灵草彻底的逼出了体内 若想逼出化灵草 只有两个方法 一是利用大量的灵气 一丝一丝的魔耗 最终彻底化掉 这也是孙大柱使用的方法 后来因为对王林心灰意冷 心疼草药 便对他不管不顾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散工 把身体内所有灵气都消散一空 重新修炼 孙大柱之所以没选择这个方法 是因为王林那时啊 身体内灵气欠缺 刚一有点便立刻消散 根本无法达到散工的要求 这散工的过程啊 持续了一天一夜 王林最终虚弱的倒在床上 轻轻自己捡回条小命 以后啊 绝不能乱喝露水了 昏昏沉沉的 他全身泛起困意 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王林睁开眼睛 从窗户向外一看 外面黑漆漆的 他从床上翻下 活动了半天身体 并未感觉一样 于是从床底把十碗拿出 发现那碗内的液体全都没了 他拿起珠子 仔细的一瞧啊 顿时惊喜起来 一时朵云出现在当初空白的地方 王林马上来了精神 拿着神秘石珠左看右看 目光闪动 立刻收起出了房门 去山间泉水处弄了一大碗水 急匆匆回到了房间后 把珠子放在里面搅和一番 做完这些 他喝了口泉水 品了半天 发现和往常没啥区别 他疑惑地看了珠子半天 放在嘴里一咬 还是邦邦硬 他又挤出血液逼在上面 珠子依旧 犹豫了一下 他一咬牙 抡起十碗 狠狠地砸在石珠上 他认为或许这珠子产生十朵云后 内部会有一些变化 光光声后 十碗碎掉 王林的手都麻了 可珠子却一点破损的痕迹都没有 用尽了一切办法 可这珠子仍然未展现出 石朵云后有什么不同 王林心痛浪费了两壶路露水 来气地把珠子扔在一边 过了一会儿 他又不甘心地捡起 宁神仔细观察 这看着看着 忽然间 一股困意涌上心头 他一睁啊 自己明明刚刚睡醒 怎么还困呢 使劲揉了揉眼睛 他继续看向珠子 慢慢地 困意止不住地涌来 珠子在他眼中越来越模糊 最终啊 王林身子一歪 倒在了地上 珠子一直被他抓在手中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来到一处无边无际的地方 这里没有日月星辰 但四周却有无数的发光体 尽管是做梦 但他头脑却清晰无比 甚至还在奇怪 自己的梦中为何会在这里 在这里 他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心里明白自己是在做梦 可却不知道该如何醒过来 无奈之下 四处走动 在这无边无际的地方 走了很长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 当他身体疲惫不堪时 四周忽然一阵颤动 接着 他感觉身体仿佛被撕裂般疼痛不已 惨哼一声 他猛地睁开了双眼 四下一看 还是在房间内 王林声呼口气 擦了擦额头泥出的汗水 按道 这奇怪的梦 终于醒了 忽然 他神情瞬间变得极其古怪 他睁睁地望着手中的神秘珠子 上面的十朵云 全部消失不见了 在其表面上 浮现出几个小字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列宝石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